跳打加油棒不時響起掌聲 我國跆拳道好手莊佳佳的加油團 聲勢浩大 可惜同排站裡莊佳佳最後34秒 風雲變色 接連被土耳其選手塔塔爾得分 最後還是跟獎牌無緣 賽後莊佳佳也難過得流下眼淚 不許自己的疲憊 然後守候在電視機前面 為他加油打氣 那我想到這個畫面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在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全國的同胞們 為這些選手們這麼的努力 我相信他們都盡力了 莊佳佳奪金之入 首先在八強戰中敗給南韓選手 以9比21敗下陣 當時莊佳佳不滿 對手頻頻拉扯衣服的小動作過多 但仍打起精神目標至少提下銅牌 可惜算第一回合 莊佳佳連續攻擊對手上端 先以3比0領先對手 但後續的攻勢太保守 反而被土耳其選手提中頭部 之後想積極追回失分也無效 也中斷跆拳道隊 從雅典奧運以來 每屆都有獎牌入账的紀錄 因為男子80公斤級的劉威廷雖然順利晉級八強 但在延長宙死賽中不幸敗給圖尼西亞的選手 也無力爭奪獎牌 使得我國台拳道代表隊原本號稱有奪牌 甚至奪金希望 最後還是爆漢空手而歸 獎牌數無法大進補 還是只有一金二通 排行榜維持在48名 不過女子高爾夫賽程還沒結束 中華隊的多拍希望 還是有一線生機 UDNTV秋雨會陳真心有稱話綜合報導